大家好,我成员外 最近两年我不断在吐槽美版厨艺大师那些选手的厨艺水平越来越糟糕 在正在播出的这一季的第六集 这么个玩意儿拿到了全场第一,你敢信? 实际上如果横向来对比一番的话 你就会发现美版厨艺水平曾经也,嗯,是吧 今天咱们这就来残忍地对比一下 澳版厨艺大师和美版厨艺大师 以及中国版厨艺大师 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 每一季的决赛选手在决赛中所做的菜品 水平高低,力见分晓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参与评判 综合每一季的几道菜来投票哪边更胜一筹 我同样会给出自己的判断 不过时间说好,因为我是狗蛋的粉丝 所以打算吹个黑哨 只要出现三方水平难分高下的时候 我就会判美版获胜 那么咱们现在就开始 澳版的第一季开播于2009年 这一季不仅是澳版厨艺大师的开篇之作 也是全球所有版本厨艺大师的源头 所以在各个方面 澳版的第一季都在摸索当中 但是当史上第一肯定是有红利的 这一季的冠亚军两个人 事后都成为了澳洲厨艺界的明星 一路红到了现在 而美版厨艺大师第一季于次年开播 由世界级顶流名厨狗蛋作证 另有一番气势 不过美版第一第二季 有点像是中国超女的第一季 你不能说不虎 但和出圈的现象级的第三季相比 就差得太远了 美版的决赛赛制 从第一季就定下来了 祖传到现在 也就是决赛选手们做一套三菜套餐 评委们一品评对比 最终决出冠军 澳版的决赛赛制就复杂得多 而且每一季都不一样 做自己的菜只是其中的一环 中国版开播于2012年 当时虽然收视惨淡 但谁也没想到 十几年之后 竟然意外因为九转大肠而爆红 从赛制上说 上海才虽然买了正式版权 但抄的更多是美版 所以决赛赛制也和美版一样 由决赛选手来做前菜主菜和甜品三菜套餐 是以非常西方化的流程来比重它 咱们先来看美版这边 亚军David的前菜是这个 看起来还不错 有模有样的 结果里面辣的 直接把狗蛋给吃枪了 导致狗蛋喷起它来毫不留情 冠军Whitney的前菜是这个 这两只看起来没什么调味 也绝对是没做熟的水煮虾 底下垫着不可名状的豆泥糊糊 这道菜真是一时不值得让我从哪开始吐槽 主菜环节 亚军小伙非常大胆的挑战 制作了狗蛋的成名菜笔 牛肉惠灵顿 其实从画面上来看 这个做的还真不错了 但狗蛋第一次见到选手制作这个 难免高要求直接把这个大小伙子给说哭了 冠军端出来的主菜是这个 相信此时很多人应该和我当初一样 满脑袋问号吧 不管从技术难度还是脉象上来说 作为冠军的决赛主菜 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 甜品环节 David也许并不擅长 做出来的甜品只能说中规中矩 但冠军端出来的甜品再次震惊到了我 他把舒芙雷给挖了出来 然后就这么软啪啪的一坨上了菜 然后他就拿到了冠军 行吧 再看澳板这边 因为澳板决赛分了三个环节 以鸡肉为主题做菜只是其中一环 所以这边只有冠亚军分别做了两道菜 亚军宝林姐做的是海南鸡饭 外加班兰气风蛋糕 冠军朱利做的则是鸡肉卷 味道当然都得了诸位评委的一致好评 更难得的是这两道菜真的做出了他们自己的风格 顺便说一句 他们在决赛中复刻的甜品是这个 最后来看中国版的第一季决赛 亚军顾小光的前菜是冬鹰味的墨鱼 配炸馒头片 这土洋结合给我的感觉是不伦不类 冠军的前菜是大小虾米开会 真没想到中国版的决赛的头一轮 竟然出现了两道非常不中餐的菜 好在接下来的主菜就非常中餐了 冠军做的是这个 这只鸡的造型感觉像是死不瞑目 仰天痛哭 不过看起来非常香 亚军做的是菠萝蟹黄 可能也非常好吃 但从造型上就差了气势 最后一楼甜品 亚军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 加了红豆的焦糖布丁 而冠军就厉害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以中式的方法开酥 做了两种中式酥点 这时候我忍不住 要把美版冠军的甜品 拉出来对比乐和一下 就算你们说我恶意剪辑委任了 好了综合这三场决赛 单从质量上来看 奥版那两位明星级选手的成品水分 要远高于美版的这位 考虑到美版连续做了三道菜 两边算是勉强打个平手吧 可是加上中国版就没得比了 说实话 我非常有心想吹个黑哨 但面对美国版冠军的赛品 和中国版冠军的赛品 对比之惨烈 我确实不能睁着眼说瞎话 这一局中国版得一分 从第二季开始 美奥两版各方面就开始渐渐成熟 但不知道为什么 美版在决赛现场 评委们在宣布规则的时候 十分钟二的让两个决赛选手互瞪 我很怕狗蛋念完的时候 他们俩 前菜环节 冠军Jennifer做的是尖扇贝 现在看来 这道菜摆盘过于简单就不说了 最最起码三个扇贝的火猴都还不一样 更别提她这扇贝肉处理的还不干净 亚军的前菜 这盘外国裹虾小凉皮 看起来就好得多 但被评委们批评为 里面放的虾太少 做的太酸 主菜方面 Jennifer做的是甜馅 整安纯配土豆泥 该说不说 这道菜要做的特别准确 也是很难的 味道上更是受到了一致好评 紧接着 亚军上了这么一盘黑乎乎的东西 这个审美我真理解不了 但这道菜还是遭到了评委们的一顿硬夸 天品环节 Jennifer上的是这个 所以这就是水煮梨加苹果加奶油 摆盘上来说倒是不难看了 可是技术难度约等于零 光头评委和狗蛋都忍不住纷纷吐槽 可惜亚军的甜品也没好到哪去 把蛋糕给直接做干了 没能抓住唯一的机会 在甜品环节返超 遗憾落败 接下来看奥版的第二季 可能是滴滴做的太成功 第二季奥版明显加大了力度 到了决赛级 这已经是第84季了 你敢信 决赛的赛制也更加多样 这俩先经过了长味猜食材 然后是刀攻赛 再然后是炒蛋基本攻赛 再再然后才是做菜环节 但这个环节还附带有比赛要求 那就是一物三吃 冠军Adam选的是猪肉 做的这盘赛叫三只小猪 这道菜评委们给出了极高评价 说他无可挑剔 而亚军Column选的是鸡肉 他的摆盘已经有点意思了 最终这盘一击三吃 得到了四个评委的四个九分 而冠军Adam那道三只小猪 同样得到了四个九分 两道菜打了个平手 最终他们在后边的甜品复刻赛上 分出了高下 他们要复刻的是这个 这一幕也是奥版的名场面之一 有兴趣的可以一步去看 我做的奥版亚历赛大合级第二季 最后咱们来看 中国版厨艺大师的第二季 在这一季 制作组也加大了力度 级数也拓展到了24级 能看出原制作团队 对厨艺大师还是很有处理和热情的 而且这次的决赛 不叫前菜主菜和甜品了 改成了凉菜热菜和点心 尽管只是形式 但本土华的改变总算是个进步 冷盘环节 冠军赵丹做的是糖醋排骨 虽然看着还不错 很好吃的样子 但他作为凉菜 我个人感觉到稍微有点别扭 亚军做的是这一盘 我只能说这是非常稀释的前菜 热菜环节 赵丹做的是这么一盘 尖鹅干 更加的稀餐了 而亚军做的是香煎三文鱼 如果他们不是在说中文的话 我真怀疑自己点错视频了 看成了国外版的厨艺大师 甜品环节 赵丹的一道草莓冻慕斯蛋糕 确实赢过这个像馒头一样的蛋糕 其实非要做这个的话 我感觉应该做的小一点 然后再淋上一层镜面酱 那结果会完全不同 只能说这个甜品太直男审美了 这么看来赵丹拿冠军并没有太大问题 只不过他的观众员不知道为什么奇差无比 导致他这个冠军拿的相当有争议 而且我不得不说 中国版的总决赛上 冠亚军加起来六道菜 今天只有一道糖醋小排是中餐 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要知道这可是厨艺大师不是西餐大师呢 尽管第二季各个版本都加大了投入 不过单看决赛的赛品都只能说表现平平 那么在打个平手的情况下 我就毫不客气的投美版获胜了 咱们接着来看第三季 美版的第三季正是厨艺大师出圈的一季 不为别的 主要是这季的冠军芒姐太有话题性和个人魅力了 在决赛中和她对决的是这个小黑 不得不说的是这个年轻小伙前两年因为抑郁症自杀了 非常可惜 话说这一季仍然让决赛选手在赛前互瞪 对于芒姐来说 这个安排是不是有点定义笑话的味道了 咱就说就算她能看到这个高度差 她看到的最多也就是小黑的小肚子罢了 小黑的前菜做的是高端版的虾配玉米茶子 这一看就特别难方 特别有自己的厨艺风格 另一边芒姐端出的前菜是东南亚菜的经典 青木瓜沙拉 这摆盘咱就别要求那么多了 味道上评委们肯定是一顿猛夸 主菜环节 小黑做了一盘摆盘精美的洋小排 而芒姐做的是黯然销魂饭 这可把评委们给吃嗨了 甜品方面 小黑端出了一个派 并且附带了一个美版厨艺大师中 非常罕见的自制冰淇淋 而芒姐同样端出了一份雪怕 这种冰淇淋大对决在美版仅此一次 这三道菜看下来 小黑的厨艺水平放眼美版全系列 都属于顶级梯队的那一档 可惜他遇到的是芒姐 其实来到决赛之前 芒姐夺冠的大事已成 就算是三个评委有心阻拦 也是拦不住的 事实证明 从节目效果的角度上来说 他们也做出了正确决定 随着芒姐的夺冠 这一季不仅大获出圈 而且带飞了后边几季 让这个节目正式变身为神机综艺 美版第三季精彩一场 反观澳版第三季就略显平淡 这一季的决赛分成了三个 第一轮两位选手 以抽盲盒的形式 用有限的食材 分别做出来这么两道菜 冠军Kate做的是 而亚军做的是这个 这一盘东西它叫做派 这种派我是平生仅见 真的谈不上美观 也谈不上什么摆盘 感觉像是挑中的神秘盒中 有啥就往盘子里扔了啥 结果偏偏还是这盘获胜了 可能真的是好吃的不要不要吧 来到了第二轮 这一轮对他们的要求是 菜品要新奇 我感觉刚才那个派就够新奇了 可惜出走了一轮 亚军做出来是这么一道龙虾 龙虾可是厨艺决赛的常客了 但这盘做的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冠军做的是这一盘 安全倒还罢了 那个大蒜味的蒸蛋确实有够新奇 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 这道菜也让他的比分一举反超 顺便说一句 最后甜品复刻环节 他们俩要做的是 世界第一餐厅主厨出的题 雪人 最后来看中国版第三季等等 中国版没有第三季了 在努力做了两季之后 他因为收拾惨战被砍了 这和我的视频一样 你不点赞他不看 这个频道迟早要玩完 那么美奥两版在这季的对比一放 我终于可以心安理得的说 美版在这季是略胜一筹的 再得一分 来了第四季 这一季美版的决赛选手 是小可爱路卡对决 非常年轻的Natasha 这场比赛意外的难分难解 路卡的前菜做的是相当大胆有想法的 摆盘水平也在线 Natasha的这一盘 这一盘就略显平庸 主要是咱们也不知道在美版处理大师 看到过多少次尖善被了 但是他的主菜至少颜值是在线了 不过仔细想想 要是把这一盘霍角霍角 你就得到一份咖喱鱼肉盖饭 路卡的主菜做的是相当的糙 而且是标准的美版处理大师 模块化菜品 就是肉加菜泥加配菜加酱汁 好处呢就是不会出错 到了甜品环节 Natasha做的是一盘一食奶动 这一盘作为决赛甜品 实在是偏简单了点 路卡同样做了一食奶动 只不过这个审美 我真是难以理解 还是那一话 也许真的是好吃的 不要不要的吧 最终路卡有惊无险的 成功拿到冠军 再来看奥版的第四季 这一季的冠军 就是现任的奥版处理大师 评委安迪了 他这一季的决赛赛事又不一样了 三人参加决赛 第一轮淘汰掉一个 剩下两人再决足冠军 第一轮要做的是前菜 但是共参赛 他们每个人都要在限时之内 制作几十份菜品 安迪做的是这道菜 可能考虑到现实上菜这事 这道菜偏简单 亚军朱利亚做的是这道菜 这道菜和安迪的一比 就能看出来了 兼具美观和复杂 只不过感觉更像是主菜 而不是前菜 另外一位陪跑的妹子 做了前菜这个 这把菜没能得到 评委们的青睐 遗憾出局 主菜环节 比赛要求他们做出 代表澳洲的特色菜 这题要是放在美版和中国版 都属于难道逆天的题 因为美国菜 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特色 中国菜又是特色过多 唯独放了澳洲 这题难度刚刚好 毕竟澳洲的特色食材 是真的多 比如袋鼠肉 尔苗肉什么的 你在别的地方 还真的挺难找这些 结果朱利亚却选择了做羊肉 羊肉也是澳洲名产 这不假 但这菜确实显得保守了 而且他还致命性的 把羊肉给做生了 安迪做的则是 澳洲海鲜大拼盘 不光有特色 而且还管保 虽然看上去摆盘乱七八糟的 但是对手的肉做生了 这简直是躺赢 最后他们要复合的甜品是这个 难度不小 好了 综合来看美奥两版第四季的菜品 两边可以说是平分秋色 那么根据黑哨原则 美版再得一分 来到第五集 美版同样是非常精彩的一集 但是五娘的夺冠略有争议 咱们来看看决赛菜品 到底做的怎么样 前菜方面 亚军做的是 技术上比较难的章鱼沙拉 五娘做的则是 猪耳朵沙拉 别的不说敢在决赛中 做这种菜的勇气 就值得表扬了 而且作为一个猪耳朵爱好者 我毫不犹豫地投她一票 到了主菜还年 当年制作组的思路是以挑事为主 到了这时候 在上菜之前 还有互标垃圾话还题 亚军做的主菜又是厨艺大师 模块菜 就是肉加菜泥加配菜加酱汁 而且五娘说的不错 看起来她就是做生了 五娘主菜虽然也是很套路 但看起来更接近高端餐厅的做法 到了甜品环节 亚军的蛋糕又是没熟 只能把边边切了送上 五娘的甜品尽管也是一言难尽 可是她的对手实在太客气 连续两次失误 让她拿到冠军也算是合情合理吧 再来看奥版的第五季 这季的决赛赛制终于没有大变动了 仍然是三人参赛 只不过从上一季第一轮淘汰一个人 变成两轮过后淘汰一人 第一轮他们三人能制作自己的招牌菜 Semira做的是煎三文鱼 亚军小伙做的是煎牛排 配上的是特直南风的摆盘 最后登场的艾玛做的是烤鸡配松露 艾玛这鸡肉看的真好吃 能香仁一个跟头 结果万万没想到 亚军小伙的直南风牛排拿到了满分 第二轮是鸡肉主题的共产赛 他们每人要在现实内供应二十人份 艾玛非常粗犷的做了这么一盘 家庭风格尽显无疑 从这脉象上来看这菜必须得好吃 亚军小伙继续直南风 做的是三八酱烤鸡配青芒果沙拉 Semira做的是鸡肉卷 可惜技术食物上菜时南瓜泥已经凉了 最终止步于这一轮 而冠亚军最后要复刻的甜品是这个 是一个非常多层复杂的甜品 这一季澳版三位决赛选手 都是粗犷家庭路线的 精美摆牌什么的真的不是他们特长 而美版正处于巅峰时期 这下对比我只能说美版再拿一分 来到第六季 美版迎来了自己的最强冠军红妈 以及最强的亚军鼓手 碰撞出了超耀眼的火花 首先前菜方面 鼓手做的是五香煎猪五花配西瓜三吃 这种天马行空的个性表达 只能说是一高人胆大 红妈做的是自己家乡特色 南美粉蒸肉 再配上仙人掌和牛油果奶油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从南美来的 看这俩人比赛 真的就像是看两个武林高手过招一样 一个剑走偏锋斜门断致命 一个家学渊源 内功深厚无比 这俩人斗得真正叫一个难分难解 后来几季的决赛和这场一比 只能叫菜鸡护桌 来到主菜 鼓手端出来是香煎鹿肉 配了个酥皮笼 视觉效果非常好 红妈继续走南美特色路线 这道菜做的也是相当复杂 到了最后的甜品环节 鼓手出现了一个小小失误 本来想节省时间 使用微波炉蛋糕法出现了问题 让他最后的成品出现了一点点瑕疵 但我要不说或者大家没有看到过程 这点瑕疵也不会有太多人能察觉出来吧 这个成品仍然非常厉害 那条文巧克力的壳 就算做的没有特别完美 也是我印象中美版独一份了 而红妈这份甜品 在继续自己南美特色的同时 制作和摆盘审美上 真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最终让他显胜孤手 这场精彩异常的决赛 可以说是美版出一大师的巅峰中的巅峰了 在这之后 也就不可避免的渐渐走向了下坡路 来看奥版第六季 这季出场的两个选手 一位是非常年轻的Laura 她在本季决赛之前是夺冠呼称奇高的一位 她的对手是Brand 也是美貌与实力并存的一个小伙 可要比最新一季的内定冠军 那位Brand 可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了 这季的决赛又不一样了 第一轮比赛是双选神秘盒 就是俩人一人挑几样食材 共同组成一个神秘盒 在这几样有限食材的限制下 各自发挥 Laura做的菜是这样的 两方各有特色水平相当 第二个两位要现场做菜给几位特别来宾 那就是他们的家人 我一直说奥版的特色之一就是特别爱抱抱 好家伙这一集这两家人 光是在电视节目上又抱又亲 足足演了两分钟 原来那个段子是有现实原型的 在决赛中给家人做菜 两人纷纷拿出了看家本领 Laura做的这道菜 Bren做的是这道菜 虽然两方家人没有打分拳 但这时候不管做的好坏 那肯定必须是夸出花儿来了 最终两轮过后 Laura以一分的优势领先进入最后的甜品复刻赛 非常有机会成为世上最年轻冠军 可惜在这个甜品的超高难度和夺冠压力之下 Laura被难哭了 完全崩溃 遗憾的和冠军失之交臂 其实这一季的奥版决赛还是相当精彩的 可惜正遇到美版巅峰中的巅峰 最强冠军和最强亚军的大对决 这么一对比 毫无疑问的美版再拿一分 好了 限于时长 咱们先看到这里 美版的巅峰过后 奥版赢了高潮时的第七季 诞生了六边形战士最强冠军比例 那么美版还能继续赢下去吗 喜欢这个系列的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欢迎继续收看美奥决赛大对决的下集 那么我是成员卫 咱们下集再见 拜拜